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是家中的安寧 还有心中的和平 熟悉的一切都随风而去 一个人踏上了寂寞的旅程 回不来了 已经回不来了 一定是没有说给你 回不来了 已经回不来了 我不是故意伤害你的心 再一次呼唤 也没有回忆 看前路荒芒 只有心在飘零 总想成身后 有你的眼睛 沉默中 继续只无悔追寻 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已久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一路上班车 风雨不停 回不来了 已经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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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奏大王丞相 今有韩国人郑国入秦 建议我大秦 慢 怎么回事 到底是韩国人还是郑国人 此人乃是韩国人 名叫郑国 他怎么叫这么个名 没办法 此人就叫郑国 你说 郑国是一名水利工匠 他建议我大秦 在关中修一条长三百里的水渠 引静河之水横跨魏北高原 驱城之后可灌溉关中大地 请丞相定夺 韩国人总是讨好秦国人 本相以为未尝不渴 众臣以为如何 这个郑国我早有耳闻 是赫赫有名的水利工匠 臣在韩国时 曾亲眼目睹郑国所修的水渠 能使水往高处流 如此才华出众的贤人 能入秦福秦 此乃秦国之福分 这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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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大王丞相 为神恐怕韩国以修渠为名 使我秦国大清土木 耗我人力物力 最终拖垮我秦国百年积攒的国力 启禀大王丞相 臣以为此人系韩国所派奸细 应肃将其诛杀 应当杀了这个奸细 对 杀了他 对 杀了他 众神诸敬 众所周知 韩国总是喜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个韩国的郑国人 不对 这个叫郑国的韩国人 这样说清楚了吧 完全正确 这个郑国我们是可以利用的 即使是韩国的脾禽之计 但我大秦就将计就计 秦国是拖不垮的 待大区修成 那我大秦的荒芜之地就会变成良田 此举功在当代 立在千秋 那时我大秦田匪美民音符 卧野千里奋机百万 战乘万乘兵强海内 大王将恩泽四海 霸业将传至万代 对 对 大王一下如何 按丞相意思办 退场 这次我派你监督修局 任务相当艰巨 我给你找了几个董水利的人做助手 你对郑国不要干涉 只要多加监视 也要防止他们贪污和挪用公款 这方面你比谁都强 长相请放心 在下定不辱使命 好 明日你带着你的助手赶赴修渠工地 你带着你 莫要乱动 此无非你等俗人满上之物 不然看看你的灵智都不成了 本相也成俗人了 丞相 在下有眼不识泰山 本相让你著书 就是为了发挥你的聪明才智 而且你的大作还可以流芳百世 在下先谢个丞相 我本来就准备写一部书 将我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所见所闻都写入书中 交一些有代表性的病历 入力即可 减累一点 那可不成 我只要一提笔 洋洋洒洒 每个十卷二十卷的 根本不能把我的精力写完 又不是让你写传记 就一卷内容就可以了 老外出事了 被押在大人府上 你先尝所预言 日后再斟酌删减 走走 丞相大人 你先别走 在下起码也得写上十卷 走 别动 大人们 千万不可在丞相府上动刀 你们先放了他 叫丞相处理鞭壳 怎么回事 为什么随意捕人 才竟敢把人押到我的府上 丞相大人 我是蒙敖大将军府中总管 谁的总管也不能在我的府上动错 丞相 快救救我 老外 你怎么 你怎么啦 这个破皮潜入蒙将军府中 勾引将军夫人 被我等当场抓住 本相割下他的狗头 他却说是你的门客 蒙将军让我等来问问 如果不是就拿他的头 是我的快刀 若是 就请丞相给蒙大将军一个说法 这个人他是本相的门客 你这个顾章演的东西 竟敢在朝廷众臣的府上胡作非为 把大门关上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出去吧 出去吧 丞相 只踢一脚恐怕不行吧 当然不行 不过此事不宜大肆宣扬 这对蒙将军的名声不利 此人有眼无珠 理当严惩 按照秦律 奸引秦军统帅妻者是死罪 丞相救命 丞相不能见死不救 丞相 此人犯的是奸引罪 本相判那个攻刑 让他永世占卜的女人 给你们大将军逍遥记 吕木伟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你狼心狗匪 吕木伟 你连狗都不如 你冒犯了蒙大将军 我只能把你善了 就这么定了 攻刑 我被你连命都差点丢了 我可知道你的丑事 把罪堵上 押入大牢等候发落 是 我们即刻回报蒙将军 到此 丞相大人会处死他吗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你马上备点衣服和钱送到大牢里去 告诉老矮 地主高罪 老老实实给我挡着 是 丞相大人 丞相 你不必生气 这种人就是善得十个八个都不算多 是啊 老矮的确该善 可他确实帮我救过赵姬和正儿 大人 你怎么也学会说话吞吞吐吐吐的了 有话就说 王太后独处神功 你又一次次对他食言 大人何不将删掉后的老爱送入太后宫中 既让老爱有个饭吃 又让太后有个说话的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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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那个权利 我再敢辱骂我们 小心你自己的口头 你去把丞相给我叫来 去把吕丞相给我叫来 我要见吕丞相 我要见吕不韦 快 乡真 这是丞相给你的衣物 喝钱 收好 你对女人的心太狠了 我为了你的什么大事业 陪着那个禽兽不如的嬴子楚 苦耗了多少年 终于熬到了今天 为的就是 永远与你长相守 就是要锁回自己失去的一切 你却要彻底的抛弃我 你忘了吗 你说的 你永远是我的夫君 埃及 我何尝不想和你相伴终生 可你现在不是商人的妻子 你是当朝的王太后 就算是我的泉玉在作怪 可你已经被卷入了这个痊愈的漩涡 既然你我都不可能从这个漩涡里解脱出来 为什么还要 相互怨恨呢 对你 我现在只能是个十恶不赦的人 等到正儿加冕的那一天 我会加倍的为你赎罪 是 你这些话已经说了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没准哪一天 我把这王宫给烧了 不 是把这牢笼给烧了 把这王宫给烧了 是把这王宫给烧了 他要把这牢笼给烧了 我可以不清楚 不是 请不认识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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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君后宫的滋味 我能理解 这就比你去死还难受 所以我才要找个人来陪你 陪不陪都是在当死的 你不能死 你一定要等到正儿加冕的那一天 我给你找的人你并不陌生 他曾经陪你度过六年的时光 我说的是谁你也知道 不 我也不想这么做 这也是万不得已 不 我不是义父 我只要你的感情 你必须要原谅我的无情 也许老矮 现在就算你的知己 你们共同生活了六年 我也并非一无所知 正因为这样 我才下了决心 难道 我就只配合一个九色之徒度过今生 丞相大人 我不是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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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齐 老矮犯了秦绿 我判了他攻刑 他再也不是个男人了 我命他陪你度过这段最难熬的时光 你只当身边多了一个熟人 多了一个说往的人 可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儿子 为了我们的秦王啊 谢谢程强大人 我不需要 你一定是来救我老矮的吧 老矮 你知道吗 你犯的是死罪 盼你个攻刑已经算便宜你了 我该死 可大人不能判我攻刑啊 你曾护驾有功 又保护赵姬母子度过了六年的艰苦岁月啊 就是 大人 我可是立过功的人啊 大人 我还没说完呢 在那六年里 你和赵姬是怎么度过的 大人 不要总把小人那点功劳挂在嘴边 其实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大人 咱们不提在赵国的事了 你这么怕我提着六年的时光啊 不 不是 大人对在下 因为这件事给的赏赐已经够多的了 无需大人赞 你和赵姬当年都做了些什么 我老矮虽是酒色之徒 可我是失大意的 不是 朋友之期不可期 不对 是王孙之期不可期 还不对 是横向大人之期不可期 住口 我住口 我住口 你和赵姬当年是什么关系 丞相若是怀疑我的人品 那还不如赐我一死 哼 想死可没那么容易 大人是在逼我死啊 这 这不是过河拆桥 斩除功臣吧 不要喊冤了 问你什么 你说什么才能保住你的命 我什么都说 丞相也不能失言 是不是 你对赵姬就没有动过心吗 没有 绝对没有 不对 与这样的美人天天相处 哪能不动心呢 不过 我可从来没有主动勾引过他 怎么说是赵姬主动的勾引你了 六年多难熬啊 谁还没没个七情六欲 再说了 他风轻万种 哪个男人不喜欢 谁若能永远拥有他 做牛做马斗指啊 丞相大人 丞相大人 我刚才都是胡说 我从来就没有动过他一根指头啊 住口 我现在就让你再去陪赵姬 不 只要丞相大人能让我老爱一死 我老爱这一辈子 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啊 大人 你可不能拿我的性命开玩笑啊 本相从不开玩笑 就因为你不惜刀牛做马 本相就成全了你的心愿 大人 小人是一件草棉 只不过是空相而已 赵姬可是当朝的王太后 我怎敢有此奢望 本相已当众宣布判你攻刑 我要不善了你 蒙大将军就要你的脑袋 所以我要把你送进宫去陪赵姬 好 不为 我算明白了 你 你是想将我残害后送入宫中 当花怪 对 你还不算傻 你的是好歹毒啊 很想仇报 我老海这一辈子算是毁在你手里了 会有什么用 只有这样才能救你一命 我老海完了 我这辈子全完了 我会命王身医操刀 他医术高超 或许能减轻你的痛苦 或许能减轻你的痛苦 失忆至此 那我只有感谢吕丞相不杀之恩了 谁在外面喧哗 丞相大人是图墨求见 望丞相在百忙之中给我的兵书加以指教 那你的书呢 都在这里 还写了不少 是写了不少 将珍把书拿上来 姑娘不必全都拿去 让丞相先看看最上面一卷即可 你不得入内 丞相正在议事 还是那个图墨 书写得不怎么样 跑得还挺紧 丞相 本课中也有不少烂鱼充术的 律师春秋还得精选才对 丞相大人 若是写得不好 我就打发他走了 叫他进来 你进来吧 这哪叫兵书 完全是一些操练口令 看他这样很执着 我就多吃点他几句 在下的捉作让大人笑话了 图墨 写书要有真才实学 我看你别为难了 不然书写不好还误了你一身武功 我看你就留在我的府里做一名护卫吧 谢丞相大人 图墨不才 以后再也不写什么鬼书了 忠信耿耿为丞相大人看家护院 丞相大人 你看 庄襄王在世时 曾欲斥俱资修复大政宫和附近营氏宗庙 庄襄王已斥修复暂停资金未动 不如先把这些钱拿出来修水渠 大王意下如何 众父的意思办 臣遵旨 这事就这么定了 顺便跟大家商量另外的一件事 就是昨天晚上在府上提到的事情 对 王太后身边缺少一个侍从 王太后身边缺少一个侍从 整日孤身一人 这些人还是轻苦 庄襄王早逝 王太后一直处在悲痛之中 十分孤苦 如今大王重任在奸忙于学业 也无暇去陪伴太后 为她排忧解难 我也曾尝试着给她送去过几个侍女 都被她拒绝了 整日里口里念叨着云江 大家知道云江曾陪伴她多年青铜姐妹 可她却被害身亡 实在可惜 赵狗 你哆嗦什么 丞相 丞相 小人是冤枉的 云江姑娘并非小人所害 小人是没能制止住 不用心虚 看你哆嗦的这副样子 不心虚 不哆嗦 没有云江王太后宁可独处 但长此下去定会因心情抑郁而患病 王太后的事情非同小可 我苦思多日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有一个人叫老矮 此人曾为先王逃离赵果时护过嫁 而且还救过王太后和大王的命 大王 你还记得吧 就是那个陪伴你们六年艰苦生活的 还帮助你和母后 当然记得 大王那时还小 还不能理解逃避追捕 躲入深山 饥寒交迫所带来的痛苦 此人在那段时间里和他们母子共同患难 与王太后也相互了解 我看不如就把这个人送到宫中去陪王太后吧 万万不可 丞相 王太后乃异国之母 虽然孤苦伶仃 时常怀旧 但也不可能将个男子送入宫中 这成何体统 要是赵高这样的 那还差不多 国伟 我就是这个意思 先把烙爱变成燕人 臣听说 要成为燕人必须从儿时燕割 这样他才能性格温和 清心寡欲 赵高 是吗 国伟说的对 小人就是在十三岁的时候做的 就是大王现在这个年龄 小人忽言 大王饶命 微臣倒是在书中见到过记载 成人与少年没有大的区别 就是声音难改而已 其他男性功能均已丧失 赵命 善了烙爱 善了烙爱 善了他 善了他 对 烙爱无业游民 因犯奸饮罪 才已攻刑 以事成见 善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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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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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他 善了他 人家太可惜了 你怎么回事 老爱 死不了人的 王神怡下手麻利点 尽量减轻她的痛苦 委屈你了老爱 日后我一定补偿你 你们都退下 你怎么回事 你快点 你何够 vam 你好 一哈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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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哈 真把 真把 下来 是 是 上都是 这就这么个人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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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让我们一叶 这种污秽植物只能喂狗 这种污秽植物 这种污秽植物 不得把我急撒 能不能 大人喝点鸡汤补补身子吧 还是你们对我老爱好 喝汤 好了 来 我亲自喂他 补身体要适量 你是被阉割的人 知道吗 你们走都走 陪着我这么个没用的人 有什么意思 都走 快走吧 是 走吧 来 喝几汤 还是你王十一个朋友 这台金子是我老爱第一次报答你 我还会报答你一辈子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这家里还养这么多女人 多危险 你不要命 我还要命呢 做什么刚刚到家 从今天开始 切记 你是个燕人 言行举止 都要谨慎 你记住 我也会杀人 一定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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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时候能进宫了 我呀 我呀 真的该办你善了 你必须得 混过一个月的养伤器 要不啊 会露出马脚 在这一个月里 你必须练他 比真宦官还宦官 记住了吗 还得那么长时间 得得得 我就熬着吧 你就别买乖了好不好 要不是吕不韦看不上我的书 你就是再给我十倍的金子 我也不会帮你的 慢走 是 在下拜见丞相大人 辛苦了 四公马 就去开工的顺利吗 那个郑国确实有才华 很快就把那么大的工程安排就去 开始施工 不过他确实心怀歹意铺张浪费 非要派十万劳力 赴南山早取食材来加固食币 我看他确实是韩国奸细 现在如何 在我党的坚决干预下 他只好收回命令就地取材 我正在顺利施工 干预得好 绝不能让郑国的阴谋得逞 我们要让他的披琴之计变成强琴之计 看谁能笑到最后 你来干什么 别打扰了我的心境 苍天就要开眼 世道就快变迁 老夫教授的成交即将成财 天道会给老夫一个公正的答复 老丞相 你天天装神弄鬼 也咒不死李不韦 承交乃庄相王嫡亲长子 老夫就是不信 秦律宗法就能被他李不韦改了 别空发牢骚了 我们必须主动输计 秦子以先秦王必须先除掉李不韦 术德护孙赛成交参用用武之地 我已派人混入李不韦的门客之中 死去引导结果他的狗命 你说什么 你派人去刺察吕不韦 我等正人君子岂能做这种龌龊之事 即使将吕不韦赐死 我等也将背上不义之名 我等到那时怎么劝述群臣费掉嬴政 令力新军 糊涂啊 糊涂啊 老朽了 我看你的确是老朽了 这样子的人意道德见鬼去吧 我化容不杀力不韦 事不为人 老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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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又把眼睛闭上了 大王 大王 众父输了 大王的奇异长进这么快 众父真是高兴啊 怎么了 大王 大王 这次长大了 有出息了 可以战胜重负了 了不起啊 但是不能自满 要胜不骄败不雷 下一步要战胜少妇李斯 周傅 你说完了吗 大王 臣说完了 该我说了 你输了至少五目 现在你可以走了 众父告辞 好 丞相大人 你这是 我刚才跟大王对异 发现他的奇异大掌 可是他的秉性令我非解 他好像总是在提防着我 以后你要重点培养他的人孝和宽厚的一面 注意他的嗜好和兴趣不可偏破 臣谨记 以后你与大王对异 美意必赢 给他压力 万不能老是像我一样让着他 不要给他优越感 臣还不太明白 我来输 你来赢 让他知道墙中自有墙中手 不要骄傲自满 臣明白了 际队 老大 你这副样子实在让我看不惯 还是让丞相把你带走吧 我不需要你陪伴 哎呦 我这王太后 你说的倒容易 可我落矮已经为你现身做了宦官 被命为你的贴身内侍 你要是把我轰走 我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 你实在令人作呕 又令人可怜 太后 你就念在过去六年的情分上留下小人 当年小人能给你的 今日仍然能给你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在这夜黑风高雷雨交加的晚上 好歹还有我陪你说说话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个大活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今夜寒气逼人 太后还是早点歇息 小人 或许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 你给我带来过粮食 带不来温暖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不许能给你带来的 今夜依旧不变 不为 你欺骗了我 不是 我 不是 都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麻烦 天天都要刮胡子 你说女人为什么不长这玩意儿 女人有什么好只不过是男人的玩偶 我对你可是毕恭毕敬 这几个月下来太后的心情是不是好多了 我是被你们关起来了 不为会和你合伙欺负我 我老爷虽不才 能为太后排忧 是不是比大王和丞相好一点 不为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怎么变得和你一样无赖 人各有志 吕丞相要的是江山 自然就把美人让给了我 公平合理 如今你这个美人独占我老爷 也该知足了吧 厚颜无耻 厚颜不假 无耻不雅 你知道能被太后处性 你围住什么感觉 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我感觉就像当朝太上王 不为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要出宫 我要找吕不为问个明白 我绝不相信吕不为是这样的人 回去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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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瑟瑟人间空迷无惧 幻梦梦一遍 不天悉地 今生生不离 你爱的是你 好灯荡山河难尔大吉 冷清清远了女儿无趣 你和我一样 受尽委屈 不知道何时 与爱在一起 爱的是你 永不着迷我同意 爱的是你 跟别人没有关系 爱的是你 说出不如什么道理 爱的是你 永不着你的同意 爱的是你 跟别人没有关系 爱的是你 把生命给了出去 爱的是你 把生命给了出去 永不搐 中文字幕 李宗盛